整座純白的教堂 座落在青綠色的草皮上 門前還有許願池 許多民眾都來拍照打卡 教堂旁邊還有全白的風車 有粉紅色以及紫色扇葉 遠看就像是置身在夢境當中 這也是彰化園林 近期最熱門的網美景點 有許多民眾 趁年節期間都來拍照打卡 網路上面看到的 說今天都來當網美 對 除了歐式建築 整個園區都被3D彩繪牆包圍 座位站在前方 就像是戴上翅膀變身天使 一張張創意照狂拍 真的停不下來 國外的感覺 像度蜜葉就對了 翅膀 翅膀很美 不只彰化推出新景點 想賺年節財 南投也有以貓為主題的 文創商店 搶載年假第一天試營運 拉財 一前色為底的建築物 上頭有可愛的蝴蝶結妝點 門口被貓咪雕像包圍 走進去一看 裡面就像是被貓咪攻佔 從牆上的畫像 地圖以及文創商品 通通都印有貓咪的圖案 就是蠻適合就是看你們 一起來這邊去拍照 日據時期的老建築 保留下復古風貌 民眾坐在咖啡廳拍照 氣質度破表 老建築搖身一變 變成網美打卡景點 讓民眾直呼不可思議 業者主打可愛貓咪 吸引民眾光顧搶功不年傷心 記者 陳盛偉 曾偉翔 公育德 徐又翔 彰化南投 採訪報導